以前总是听见有的宝妈抱怨,说带孩子太累了,还有的宝妈因为老公和婆婆不帮忙带孩子,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 以前不能体会,自从有了孩子,才深刻理解我妈妈们的心情。 真的太辛苦了,而我的嫂子,辛苦却要加倍,因为她有一对双胞胎宝宝。 有一次,嫂子忙了一上午,累得躺在床上,实在睁不开眼,就想着睡一会儿,但是两个宝宝却精神的很,为了防止宝宝掉床摔着。 嫂子想了一个办法,拉了两根绳子,一头拴在两个宝宝的腿上,另一头挤在自己的手腕上,这样就能防止宝宝乱爬了。 双胞之后,嫂子一头倒在床上,她睡得睡着了,在看两个小家伙,没有因为妈妈睡着了而哭了。 相反,两兄弟玩的是不亦乐乎,其中一个慢慢的从妈妈的身边爬开,然后抓到了床上的手机,似乎觉得那是一件神奇的宝贝。 开始扣扣着,摸摸呢,另一只也被她手里的手机给吸引了,于是便赶紧爬过去,一把抢过兄弟手里的手机。 这个小兄弟也毫不示弱,还没等另一个小宝贝研究透这个神奇的玩意儿,便爬过去又一把抢了过来。 就这样,两个人你争过来,我多过去,还不是发出不情愿的嗯嗯的声音,好像在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。 虽然手机大家都没有完进行,但是两个人的争夺战却是进行的如火如荼,渐渐的,似乎这两小兄弟也开始一意识到,这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,便都开始有些收敛,都安安静静的趴在那里。 一个碰一下,另一个也按一下,把手机翻过来,又翻过去。 这时,嫂子猛的一下醒了过来,当他睁开也发现这两小伙宝正趴在那里玩手机呢,拉了一下声,把这两宝贝拉得离自己近一点,便又继续睡着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